我这里面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也是老师的一个教导 就是肩颈跟涌泉的关系 在这泰拳里面是非常重要 肩颈学就是肩颈学 跟你的涌泉学是个垂直关系 它是一个重力线 而且跟地心垂直的 我们人是跟地心垂直的 所以我的身体动作就非常自由 假如肩颈学没有跟它合 我这一动作以后它要摇晃 你帮你扶着我这胯 我肩颈学到了涌泉学了 我一动以后你看 它是一个这样的劲 假如肩颈学没有跟这个 它就摇摇摆摆 但是这个是个意念的东西 肩颈到永泉是个意念 想 其实想什么 就是你跟那个地心犀利的那个犀利结合了 因为什么地心犀利跟它不是个死的东西 它这个非常 但是你必须取直 我们拿一个东西 就是垂直的 它是自然状态 而不是我 这叫垂直 所以肩颈到永泉 它是一个 是这么一份自然垂直的 你看你来手以后 你扶着我以后 扶着我很自然垂直 它一走 啪一走 它就行了 假如不垂直的话 垂直以后你看 垂直以后 它的动作 什么动作 是在你垂直的基础上 刷起来 所以我们上架子 第一个动作 我们应该要求肩颈通永泉 怎么走 肩颈也跟永泉是垂直的 但这只是意念 为什么呢 它不可能够用力量来垂直 只能因为意念垂直 但意念垂直的话 不能够 一伙都不能离开 说我现在垂直不垂直了 它就是垂直了 动作也是垂直的 也是垂直的 还是垂直的 到这还是垂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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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忘了以后怎么垂直 它是意念垂直 它不是真正 说我叫老师 这样不是 你看我走一个 开始起来 垂直 下来还是垂直 到这还是垂直 还是垂直 还是垂直 你摸着我两肩 你看 从后部来摸 摁着点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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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垂直 它都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意念 一会儿不能丢 始终要保持着 一个肩领 跟颖泉 垂直的定念 所以我们说 太乙泉的力量呢 要有 屈身 要有动作 要有骨骼 要有关节 要有肌肉 要有润带 这是硬价 但是这个软价的动作 必须要有 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场势的问题 那我输出来以后呢 就有人来信 来 email 就说 你说这个身外东西 有点悬 但是我们 我们拿开车来做比喻 你坐在汽车里面 你要开动车 车带着你走 这是一个关系 另外你要看周围的情况 让车走 前面有档海雾 前面有河 前面是红灯 前面是绿灯 前面要拐弯 那你要根据外界情况 来指挥你的车走 这车带着你走 我们等于这样一样 所以我这一站 那前面什么情况 我都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范围 但是这个范围 我们练拳的范围 大概其 是就这么大一个范围就够了 开车的范围呢 你要是到高速路的话 是100米200米这个范围 你要到那个 实际口的话 就这么短的范围就够了 因为速度慢 所以假如说 还是100米的大人的话 那你这一红灯的话 100米一个一边每一个 10辆车就是一公里了 那了不得了 所以那根据你的速度 跟你的要求 那就说你这个中间的间距的话 你就不一样 我们这顺利啊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基本都是在这个圈圈里头 假如我这个跑那去了 这跑这儿 这都不行 因为你扶着我这手 我幻间大了 幻间小都不行 还就是你看 始终是这个圆圈上 始终在这圆圈上 人们圆圈的话 那我动作始终是在这个 我们形成的圆 这是无形的 但是我们的有形的身体 必须服从无形的圆 就好你的汽车是有形的 你必须服从 这周围的这个 开路的环境 你不服从它的话 你就横冲直撞了 所以你这一大手以后 我就这个圆圈 你看在这儿 我动作在这儿 我是这么打的 我不是 我是这样 你看这样 后来 还有一个 所以我的身体的 你看你扶着腿 我的身体的变化也是 你看它蹬着一块手 假如我就知道 你在扶着以后 我这公益下面 我那始终是这么一个东西 你看它始终是这么一个 行 你看我们的架子练起来以后 它有一个就是无形的这个 我们叫厂 厂是什么 凡事物都有厂 这个厂 厂都不弄